8月30日,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,美国司法部针对华为进行所谓窃取商业秘密形式调查,有关该报道提及的Olivera等事件和美国政府近期的调查行为。 华为作出回应,坚信自主研发的产品不侵权,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通过偷窃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企业。 华为在声明中表示,一段时间以来,美国政府不仅动用其政治和外交影响力,游说各国政府禁止使用华为设备,更是动用其国家机器,滥用司法、行政权力,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骚扰,影响华为或合作伙伴的正常业务。 华为在声明中指出,事实上,所有这些所谓的刑事案件,没有涉及任何一项核心技术,也没有足够的事实和证据支撑其指控。 美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恶务行为的目的,无非是希望将华为抹黑为通过盗窃他人商业秘密,发展起来的公司,打击和限制华为的全球领先地位,我们对此坚决反对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